中華政府在星期二說 在過去三星期中華發現了超過25萬3千例新冠病例 而且每天的平均病例數還在上升 這為試圖放鬆防疫措施以減少經濟損失的官員 是帶來了更多的壓力 中華共產黨本月夠早時候承諾 將會通過更靈活的防疫措施 來減少他們清零政策造成的干擾 但是最新的一波疫情 令到這個再次變得困難 包括北京在內的主要城市封鎖了人口囚物的地區 關閉商店和辦公室 並且命令工廠將員工與外界隔離 這又加劇了外界對中國低迷的商業活動 可能會損害本來已經疲遠的全球貿易的擔憂 官方媒體《中申社》引述中國國家疾病與防控制局的話 是表示過去一星期平均每日有22,200例的病例 是前一星期的兩倍 該局的發言人胡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有些省份面臨三年來最嚴峻複雜的局面